这个男人正在寻找自己的猎物 维随他的小杰发现库拉皮卡和雷欧丽被盯上 按照计划 自己应该抓住西索发动攻击的一瞬间 抢走他的号码牌 这是小杰唯一能拿到目标的机会 但他无法做到 眼睁睁看着雷欧丽和库拉皮卡倒下 为了避免和西索起正面冲突 库拉皮卡决定用多出来的一张牌和他谈牌 如果谈崩了就只能动手 西索却突然笑了起来 半半几日不见 库拉皮卡从一开始见到他就跑 到如今的谈判不行再动手 琉璃的莽撞白饼也学会了收敛 如此明显的进步 让西索这个变态忍不住兴奋了 难以抑制的杀气席卷而出 一时间飞鸟走兽慌忙逃命 小杰害怕到双腿大颤 这西索可不是什么大善人 此时的他就像一个果农 看着这青色的果实不断成长 他要等到成熟的一天再将之采摘 对他而言 无论是小杰还是库拉皮卡 都只是现在杀了可惜的青色果实 为了压制住自己的杀气 西索在原地沾了一整夜 直至太阳升起 可小杰行动却更加小心了 西索现在的状态明显是在爆发的边缘 下一个和他碰上的人 必死无疑 自己必须找他一步发现目标时提前埋伏 小杰窜到树顶 很快找到了目标 根据两人的位置和移动速度 判断出交手位置 现在只等西索发现对方 西索直接冲了上去 对方根本来不及逃 只能正面迎接 就在两人对上了一瞬间 看着露入小杰之手的号码牌 西索懵逼的摸了摸自己的胸前 小杰扭头就跑 可还不等他高兴 多了其来的炫云烟旋地转小杰应声倒地 堂王补缠黄铁菜后 此人从小杰练习挥杆就顶上了他 但小杰全身贯注练习的样子 实在令人太为观止 他忍不住想要看看小杰能做到什么地步 西千次 是小杰挥舞掉杆的次数 免是他能杀死小杰的机会 说吧 他拿走了小杰和西索的号码牌 突然 西索把两块牌子都扔给了小杰 刚才的表现让他非常满意 特地来夸一下 而那个狩猎小杰的人 恰好就是他的狩猎对象 但小杰并不想欠西索人情 过去的要把号码牌还给他 西索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他一圈 西索二话不说 西索二话不说